哈喽秒拍的朋友们,大家好,我们是TeraVoice 那2018年终于是全团都成年了 那个,觉得跟18岁的自己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? 啊? 18岁了自己有什么不一样的成长? 我才满没几天呢,就是很开心很开心 其实感觉跟满之前差不多 那么这个全团成年之后对于组合有什么特别的期望? 我们的期望就是 就是越大越强 就是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,然后组合变得越来越强大 然后能够传递出更多的能量吧 期望就是能够给粉丝们继续做好的榜样,然后出好的作品 嗯,但小凯之前在微博上发了利息啊 对 就大家都在问7千万的福利 大概什么时候会跟大家正式见面呢? 嗯,就是不光是7千万,还有之前的都会在周年跟大家见面 哈哈哈,我说有一个解 好 你觉得你打算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景色? 就大家期待吧,嗯,我自己也很期待 然后问一下圆圆,那个参演的电影《第九天长》 昨天刚刚得知的消息是入围了柏林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 然后和王小川的导演第一次合作的感觉怎么样? 啊,就是感觉蛮好 然后这个电影呢,就是当得知进入了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时候 还是蛮开心,蛮激动的 然后能跟同组这么多优秀的演员、前辈老师一起学习 感觉很荣幸,然后受教,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 嗯,那千玺呢,今年刚出了一张新闻集 自己最喜欢这首歌? 啊,最喜欢《东台美党》 嗯,那你未来筹备新歌,还想尝试一些新的那些风格呢? 啊,各种风格都想尝试吧 嗯,比如说呢? 哦,好,比如说之后可能民谣,可能爵士,可能都希望吧 这次没有扎机球了,才能抽红包了 好,小卡先来吧 我的事,2018年你做过最有仪式感的事情是什么? 嗯,2018年最有仪式感的事情就是 那个,如果想一想一想 我的问题是,给你10秒钟再现怼粉丝,你会说什么? 哎呀,就是说呢,虽然我的粉丝那么可爱,我舍不得怼啊,都那么好 但是我还是要说,刚! 我这个是,2018年觉得自己被安排的明明白白的一件事是什么? 呃,我想的是那个,我生日会那会儿,我工作室背着我给粉丝们发那个投票选项 就是,你们选那个福利,啊,然后当时是选了什么拍DV作品 好,那我最有仪式感的事情就是,每天上班有时候都会带照,带驾照上班 嗯,谢谢 嗯,谢谢